下雪后的路面势缓难走 人工扫雪速度慢效率低 开新型扫雪机如何实现扫雪的快速作业 北京近日呼叫拿雪 厚厚的鸡血阻碍了人们的出行 为了保证人们出行的安全 在主要的道路上都会有大型的机械进行快速扫雪 但是很多的慢行道或者人行道 还是主要依靠人工进行清扫 不仅扫雪的速度慢 对清雪工人的体力也是很大的挑战 长时间的作业后 手还可能会有冻伤的风险 而北京的刘师傅早在2016年就发明了一台扫雪车 刘师傅发明的扫雪车经过了多次改进 才最终成型 第一代扫雪车完成于2014年 只要使用手推车的作业方式 机器依靠电机提供动能 利用传输带进行传输 从而带动机器前方的滚轴进行转动 当滚轴运作后 前方的扫雪装置就会开始进行扫雪作业 第一代扫雪机的出现 小米人工扫雪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工人的作业强度也能减轻 但是手推式的机器还是主要依靠人工掌握方向 而相比全机器化的机器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能有更好的作业效率 刘师傅又开始清机器的研发 在研发时遭到了很多的非议 也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 但是在他不断的坚持下 他终于将扫雪机从手推式改为了驾驶式的操作 人工可以通过驾驶扫雪车 直接进行扫雪作业 实现了机器扫雪速度的提高 同时他将机器前方的扫雪装置改换为螺旋式 增大扫雪面积的同时 可以很好地掌握扫雪的方向 使得雪可以快速地往两边清扫 增加了喷水装置 还能完成扫雪机的喷水作业 在水中放入盐之后 不仅可以加快雪的融化 还能在夏天进行喷水作业 实现了一机多用的作业模式 新型扫雪机在不断的完善中 已经取得了很好的验证效果 对人行道慢车道的清扫 只需要三分钟就能完成 效率更是人工作业的二十倍 考虑到扫雪过程中 雪会随风飘扬 刘师傅又在扫雪机的前方 增加了挡板 使机器更加的人性化 为它的发明致敬